你相信高我吗 相信啊 可以跟高我要求一些事情吗 跟我的高我讲说 我希望我圣诞节礼物是闪上优雅 他应该是有经纪公司 你要不要先联络一下 所以联络经纪公司比联络高我有用 对 人类到这个世界上 就会觉得说我们到底来这一趟是要干吗 在斗树上面呢 这个位置叫做神功 指的是说我们这辈子啊 所要去追求的价值跟目标 老师那你的神功在哪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 我是周姨王晓凡 我是大根 老师我想知道说以你一个命理师的角度 你相信高我吗 相信啊 其实我也相信啦 但是我觉得高我好像是一直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你觉得高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 世间的东西呢他是固定的 可是你会有不同的年代的人 然后不同的想法去赋予他一个名字 高我其实啊近代才在这样讲 实际上他在谈的就是人的背后啊 会有个无形的守护灵 再早一点会有人讲说他什么指导灵啦 道教会讲说这是你的原神啦 像埃及 埃及他们会讲人会有两个灵魂 一个控制你的肉体 一个控制 一个就是精神灵魂 他会有另外一个灵在旁边 以东方我们讲我们会讲的三魂七魄 三魂七魄里面有一魂是控制你的肉体 有一魂死掉作为投胎 然后有一魂呢是一般我们在讲说你要是什么 小孩还是什么啊 那个灵碰到 所以所谓的高我其实就是这种灵的状态 那为什么他要高我 字面上意思就是说他是高于原始的灵的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原本的灵呢你是受了肉体控制 那我们的肉体会受物理现象控制 比如说我最近上健身房 然后很认真教练叫我要往上跳 我觉得我跳很认真的 可是影片发回来我们小编觉得 老师你没有离开地面 我受了我的物理现象控制 我跳不起来 我突然间有点同情你老师 但是我的高我不会 我的高我他随便飞 他没有被困在肉身里面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本来就比较容易连接到一些 外来宇宙之间的讯息 因为他不受肉身的控制 这个就是高我基本的概念 那在各文化里面其实都有 那我们真的有办法跟高我对话吗 可以啊 要如何对话 比如说有的人他天生 他本来就比较不受肉身控制的 谁天生给不受肉身控制啊 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 然后有的人他睡一睡 神游 他会神游 灵魂在别的地方这样 对他会神游这种的 或者说肌筒啊 那种肌神啊 或者是说天生体质上面 对体质特殊体质的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也透过锻炼 我们上课会教玩那个牌卡 对 或者说像玩塔罗牌 这种的 这种的所谓的沾挂的东西啊 或是你去拔杯啊 都是利用你自己 我们讲守护灵 或者讲高我这样的东西 你去跟这个整个宇宙的环境 去寻找那个领结点 透过这样的训练 不断的一直去做冥想 然后不断去做开发 你自己的第六感的能力 或者精神的能力 那当然他就会比较容易 连接的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跟高我要求一些事情吗 高我帮助我们什么事情 这样子可以吗 原则上来讲 既然他是你的守护灵 对 他其实本来就是跟你是有连接的 对 他本来就是帮我们在这辈子里面 来保护跟守护我们的 然后他会知道说我们 这辈子真正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跟他做一些要求 祈求或者是做一些愿望 可是你不能够超过 你本来就可以拥有的东西 比如说我不可以跟我的高我讲说 我希望我圣诞节礼物是三赏优雅 三赏掉比较快 其实这不难达成啦 他应该是有经纪公司 你要不要先联络一下 所以联络经纪公司比联络高我有用 我们最大问题是因为我们受肉身控制 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知道 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人类到了这个世界上 就会觉得说我们到底来这一趟是要干嘛 就是你的生命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紫薇斗树的命盘上面就是会有升公吗 斗树他基本的命盘上面 他会把人分成几个 你来到这辈子的时候 你会做的功课 你所需要还的债 你所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他都会有几个重心 这辈子来了这边 你的主要的要做的事情 就像我们在讲说高我 他会带了一个使命告诉你说 你如果跟你的高我连接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原来我这辈子 真正的功课是做什么 否则你会受你的肉身 跟物理的现象去影响 你就会走偏 所以为什么身心灵界 他会告诉你说 你要探索你自己的高我 然后会去探索你的指导力 因为他才会告诉你说 你这辈子真正要做的什么事情 而不会把它走偏掉 而不会去做白功 在斗树上面 这个位置叫做神功 神功指的是说 我们这辈子 所要去追求的价值跟目标 所以你看有的人 神功在命宫 神功在财博宫 神功在夫妻宫 神功在福德宫 在倩宜宫 在倩宜宫的啊 你在倩宜宫嘛 就是你会在乎说别人对你的看法 跟你内心的价值跟欲望 那就看他里面有什么心 那有人在夫妻宫 感觉他一生所追求的 那看他是什么心 他如果那个是比较乖的心啊 那就他希望一生以为一个人所守候 那他如果是比较活泼的心啊 那他就一生要一万个人来守候 每一个人在这辈子都会有他 这辈子一定要去追寻的一份功课 就是神功 所以为什么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说 神功会在30岁之后 他开始战线 然后30岁之后开始影响你 因为你30岁之后 你开始不受父母控制了 你就可以开始追寻你这辈子 我到底要了什么东西 什么样是我人生的路 老师那你的神功在哪 我不跟你讲 为什么 我们到这边了 神秘 谢谢 玉芝老师的身功 请报名一下的课程 学费讲的够多 你就会得到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